一张什么样的脸才是美的 陈焕然老师在他的美容整形医学课里 介绍过一个参数化模型 这是他通过解剖 背着相机上街拍照建立起来的 绝大多数我们认为是好看的脸 都符合这个框架范围 他的这个实践统计结果和我们的体验是近似的 很多的好相貌其实都差不多 用软件把男明星 咱们别找喜剧明星啊 什么说相声的说脱口秀的都不找 咱们找那种经典爱情片里的男主角 也别找中国的 因为会容易引起死忠粉对黑粉的混战 咱们且说国外的 从基努里维斯到最近走红的甜茶茶拉眉 我们把他们的脸替换成的女装 也同样是明星级的向往 如果一张脸在这个大框架的各个维度下 能够达到八九十分 那么小的瑕疵反而会成为 他们脸上最容易让人记住的地方 这是不需要去遮掩的 咱们说过的那位英国的著名主持人 怪老头克拉克森 他在节目里表白过英国的女明星凯拉·奈特利 一脸花痴的说了一番很怪的话 他说凯拉的脸有的时候极美 有的时候又觉得不怎么好看 所以才格外的迷人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好奇了 在屏幕上放大了凯拉·奈特利的脸 知道了他为什么这么说 这全看你的视线第一落点在哪 凯拉的上半边脸是完美的古典美人 所以他很适合出演加德比海盗 傲慢与偏见这些古装电影 但是如果你先看的是他的下额和嘴 那你就能发现他是有明显缺陷的 很多影迷说他是方脸 从一些角度你甚至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兜层 也就是地包天 这要是换成了一般的女演员 早就去做整形了 而凯拉·奈特利的个性和魅力正在这 这张脸在典雅之下 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决断力和桀骜不逊 显得张力十足 可塑性极强 只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拍摄这张脸 同样的眼神和表情 既可以是用来看敌人的 也可以是用来看情人的 我们可以拿电影《海王》里扮演海后梅拉的 好莱坞女演员埃梅伯·希尔德比较一下 希尔德的上半张脸和凯拉·奈特利 其实有点像 不同之处是 她的另外半张脸 也是大众标准里的完美 恐怕这种完美程度 还不是目前的医疗美容行业能模拟的 难怪她是好莱坞的美人标杆 所谓是四美聚二男病 可以说是当下五官标准的极大成者 说两句闲话 自然界里的美好造物 特别是这种转瞬即逝的低概率 本身就有一种让人绝望的实意 古代的史诗和经典里写到了绝美的人 无论是佛陀、王子还是美女 旁人的态度是肃然起敬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面对一种难得一见的奇观 在没有相机和电影的年代更是如此 得是多么浅薄和迟针的人 才会忽视掉眼前如此突突的美感 只想着去据为己有 然而你让我说这两张脸谁更美 我也同意克拉克森的观点 觉得他们比起来凯拉是更美呢 这张独特的脸适合放在不少的好故事里 去塑造极其富有层次的角色 据说演员希尔德本人是故事又多又刺激的人 但是他的脸庞实在是太完美了 以至于我看完电影《海王》以后 都没有记住她具体长什么样 人的个性好像也是这样 我们会通过品质来承认一个人 但是真正喜欢上她的原因 反而是那些明显的瑕疵 我们再说抑郁症的那一期聊过丘吉尔 她在家里耍贵族大老爷派头的时候 是特别讨厌的 用人们选择迁就她 还真不是因为她是力挽狂澜的历史伟人 好像是拿破仑夫人说过 在用人的眼里世界上是没有伟人的 真正的原因是丘吉尔虽然嘴里尖酸刻薄 但她的神情和举动 却像是一个无助的小男孩 让人不得不心疼她 我们再说回到脸的话题 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 一直在为我们的外貌审美寻找规律 比如五官端正的标准 是比眼睛的大或者小 鼻梁的高或者低更重要的 这个五官端正 应该指的是协调和对称 因为两点成直线 我们才能判断是否端正的问题 我写这期稿子的时候 泡了一会整容医美论坛 看到计划整容的人 倒不都是女性 小伙子也不少 喜欢谈皮相和骨相 说于飞鸿美的大计 是因为她的美是在骨相 所以他们都是计划掀开皮肤 从骨头层面动工的 他们的那些对话 我是看着都疼 就像是在读莫言的小说 《谈香行》一样 陈冠然老师的课程里 也正好以于飞鸿为例 他说是头型决定了脸型 比如后脑勺扁平 那头就是横向发展 脸自然看起来就宽 而脸型是决定相貌的 最重要因素 两侧的颧骨和下颌骨 类似面部的沉重墙 所有的肌肉和皮肤组织 都要靠这四个点 来支撑和固定 如果脸上这四个点的位置 都非常明确 同时不过分的突出 那么就会让这张脸看起来 气度高雅耐看 于飞鸿就是如此 那么被称为仿红脸的 削下颌骨魔窄颧骨的手术 一味追求脸小和肩下颌 是在让这四个点缺失 所以才会显得小家子气 她的这个专业解释 给了我两个联想 先声明一下 我对整形这件事 本身是没有判断的 她既因人而异 又是个体的自由 只要是成年人 和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双方做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 那就轮不到别人来说 应该还是不应该 我的发现是 陈老师的这段话 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审美现象 你看我们过去去听 评书里的美人赞 是柳叶梅姓何言 樱桃小口一点点 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讨论局部 而且她的视角是平的 是那种没有透视效果的纸上美人 传统故事里 讲画家画人如何精妙的时候 往往是那种画龙点睛的段子 比如说天颊上三毫 就是在脸颊上画上几根毫毛 就立刻传达出来了人物的神韵 要我看 这是用文学观点来描述绘画 而陈老师的医学实践更接近实际 这是一件立体的事 也是一件动态的事 五官是长在脸上的 而脸的轮廓来自头部 他所说明的 也是今天的普遍美学体验 现代人对美的总体感觉 往往是产生结构的 我们甚至可以抽掉装饰性的细节 不去刻画什么名谋好尺 就来单独欣赏 这个有几何比例组成的结构 它的内在也有一种韵律 一种美感 这也许能代表我们今天的认识模式 通过客观的观察对象 从中体验规则的完整性 和秩序的均衡感 这即使致实上的愉悦 也是一种美的体验 我的第二个推论 其实是一个生物学界的假说 虽然完美的长相 有可能损失个性 但是我们对人的相貌评价 就是倾向于平均值的 网上有一组图 是把全国各地的女性 和男性的面容叠加在一块 得出来平均值的典型的本地点 你还真别说 山东的 陕西的 广东的 确实是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而且这些平均相貌 看上去都挺顺眼的 我们只要再添加一点特征 那就是人群里初挑的美女或者美男 对于这个体验 进化社会学 或者说生物社会学的猜测是 人不是那种依靠夸张的外形特征 来获取垄断交配权的物种 对于人来说 越上于平均值越容易获得交配机会 长得平均一点 有利于物种和基因的繁衍 反映到心理体验上 端正 对称 适度 平均的相貌 可以说就是美的 那么过分的夸张某个特征 破坏的结构均衡 至少就是冒险行为了 因为自己所依据的标准 很可能只是短时间内的流行指标 等到这阵风过去了 或者出现了需要返场维修的状况 搞不好还要和当初的整形机构去打官司 陈老师建立了这套参数模型 也正是用来客观评价手术效果的 而我们对于人的美 这个主观体验的历程 就要复杂多了 美的反面是什么 是丑吗 不一定 负于深思的人也许会说 丑始终是相对的 是因为先有了美这个衡量的尺度 它才存在 那么可以说美的反面 是美的空缺 是美的不完整 一个让我们觉得不美的地方 不一定是处处丑陋 那种地方其实也挺神奇的 我就想到了好几个 但是不敢写出来 怕当地人打我 和美相对的空间 更可能是乏味的空洞的 完全找不到美的存在 这似乎就把美和善的一些价值 给联系起来了 单纯的说人的相貌 倒是没有那么复杂 套用托尔斯泰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 不幸的家庭 各有各的不幸的巨型 因为有了一个框架型的均值基础 好看的人也都是相似的 而不好看的人 是各有各的不好看 还有的是五官都很好 皮肤保养的也不错 但是就有那么一点面目可憎 这被称为是相由新生 在中年人里特别常见 我们脸上这些被岁月刻画的痕迹 是很值得珍惜的 说起什么是丑来 小说《围城》里形容的挺尖刻 我们又找到原文 大义好像是说 中国人丑起来 果然就像是传说里的女娲 漫不经心的用树枝 在墙上乱甩泥布的结果 不好看的脸只是平庸的 或者说是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 而西洋人的丑 就像上帝的恶作剧了 会丑到让初见者吓一大跳 细想的话 这段俏皮话的基础 是西方人的五官骨骼 普遍更立体 脸庞结构的起伏和对比更大 所以好看起来是真好看 吓起人来也是真吓人 至于在西方的一个历史阶段里 美的反面也并不是丑 或者是美的空缺 而是宗教超越性所产生的崇高 海涅写过一个15世纪的故事 话说在一次宗教会议上 一群虔诚博学的主教 夜里听到了一支夜鹰的歌唱 他们为这种婉转的声音而陶醉 这个时候 其中一位主教突然发现不对劲了 他警告说 这支夜鹰就是魔鬼的化身 因为他的歌声太美了 于是夜鹰显出来了原形 果然是妖孽作祟 第二天早上 那些赞美过夜鹰歌唱的主教 就一命呜呼了 古罗马时代的基督教早期神学家 奥古斯丁 在他的忏悔路里反思 自己已经成功的对美人时而不见 对美时毫不动心 但是面对五光十色的美丽事物 还是会发自内心的喜爱 那么这些美好之物 一定就是魔鬼对于自己的诱惑 这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 是在现实的痛苦里建立彼岸极乐 修行者要主动的拒绝 一切美好的感官体验 美丽的同性或者异性 肯定是首当其冲 希腊赤身裸体的人体雕像是美的 基督受难的雕像是崇高的 二者之间从视觉感受到观念 都是对立的 刚才那个很阴森的故事 就是来自于这种对立 这种感受是我们不太能够体验的 我们的主要文化历程 是没有这种彻底否定美好 抛弃感官体验的观念的 进入了文艺复兴的时代以后 欧洲的这些血肉之躯的信徒 才不得不接受了一个现实 别人长得美并不是自己的错 没有必要非要毁掉其中的一方才罢休 从那个时代 走到现在的世界小姐选美比赛 再到女性主义崛起以后 对于选美的抵制 每一次都是一个颠覆性历程 这也正是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 好像说的太远了 反正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其实我到今天也不太知道 遇到一个很美的人应该怎么表现 过度的热情肯定是不得体 而夸人家美其实很无聊 人家怎么会不知道呢 物意视而不见也不真诚 因为我心里并没有视而不见 我真正想说而没好意思当面说的话是 谢谢你长得这么好看 实在是辛苦了 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 明天见